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你是誰? 我是Angry 我們現在來到濟州島 我們會來濟州島四天三夜 那不如拍一個Vlog就記錄一下 我們有什麼做吧 究竟用了多少錢才可以來到這個旅行呢? 我們機票又買了多少錢? 機票千多元? 千多元? 讓我再看一次 讓我再搜尋一下 首先想說回 我本人是非常不懂得訂機票 訂酒店的所有東西的 我的機票是這個王小姐非常好人下 幫忙預約的 我參與到是零人的 我的朋友們是非常厲害 我是格價的 所以我對她們非常有信心 沒錯 我們用了3,342元買了兩張機票 即是一張機票是1,600多元 但是因為香港只有一班直飛制就到 那就是凌晨兩點 所以我們早上6點就到 但是我們租車的公司呢 要等兩個小時才開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坐在這個福克爾 兩個小時了 沒錯 我們坐在這裡兩個小時 吃了一個早餐 那為什麼我們決定來濟州島呢? 話說我們有位朋友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我們兩個就對濟州 完全是沒有預期的 那如果這個旅程變得好玩呢 那就真的好了 即是下機到現在都有點... 覺得有點... 是啊 這個機場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們這次的旅程是一行四人的 另外那兩位是由上海飛過來的 所以我們到了下午 不知道是三、四點才會合他們的 好了 我們現在出發去拿車了 哈哈 下集見 首先分享一下這個突發的事件 本來我們租了一輛車 我打算這四天自己開車 那怎麼知道我們去租車的時候 這位小姐已經訂好了我的車了 當我們去付錢拿車的時候 然後呢發覺 International License 只可以last一年而已 沒錯 不是香港的車牌是十年的 是一年的 那本來我們租的士呢 是三千元四人的 是 沒錯 然後呢現在我們只好逼住 首先我們已經浪費了兩個小時 等這個車的店鋪開 是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坐的士去我們的Airbnb 那這個Airbnb來機場呢 距離是大概三十五分左右 四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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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 我們問的價錢呢 是大概一萬五瓦左右 就是大概一百零幾元港幣 所以我們都要拚頭 就是香港坐的士 你坐15分鐘 有一分鐘都過了夠水 沒有理由很便宜 沒有理由很便宜 我看到你很辛苦 超辛苦 超辛苦 好啦現在我們已經來到我們的Airbnb了 我想說呢 是車進不來的 我們要走一大段路 行李箱呢要這樣拖的 啊 沒錯 為什麼我要過 好啦原來濟州的地點 也確實是挺便宜的 也就是達到八千元就到了這個地方了 辛辛苦苦 把行李箱拖到這裡之後呢 都是還沒結束的 我們還要上這個樓梯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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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屋儀式 按升 按一下 哦 哦 好辛苦啊 哇 還有呢 這間屋有個問題 它是沒有窗簾的 這幾天都吃了很多東西的了 現在切個還給它 是房間一間的 這個 有一個 讓你輕鬆的 沒什麼感覺 哇 這個很像 那些去Camping 我崩潰 沒有了嗎 完了 沒有了 噢 噢 現在五點半了 我們隔了九個小時 不是 十幾個小時了 終於吃到我們的第一餐 來到韓國 當然要吃這些什麼 葡萄鍋 不是 這叫什麼 入得 蛤? 要入得 真的裡面什麼都有的東西 又有年糕 腸仔 布奇 腸仔 然後上面放一塊芝士 都溶掉了它 好餓 不客氣 不客氣 好可惜 好了 今天是我們 第一天的 仔洲東行程 我們來到這個 日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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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泰國山 那裡還有人騎馬 那走這個 是要付錢物的 付錢物 好了 如果想走上山 是要付付錢物 如果想走 不用錢 可以走一個平路 我們為了experience 就給了五千光 你給你看看 真的挺漂亮 現在呢 我們的part time boyfriends 就幫我拍照了 我以前跟女生去旅行 袋裡面又要裝好我們所有的 袋裡面有三部相機 還沒兩部 就這樣子 對對對 大小一二三 這裡 看我 近一點 謝謝Sasha 嗨 Bonnie 嗨 這是蠻好看的 這什麼這麼好看的 褲子 這個屁股很翹 你設計到 難怪 這麼好看 你穿著去運動之後 才會這麼翹 啊 究竟現在我們 是不是目標要走到山頂 上一次在夏威夷行山的時候 當幾位女士 都很厲害地撐到整個山 上到頂的時候 我都只是走到三分之一 頂住頂住 一定可以的 山頂啊 我們成功攻頂啦 我們走到山頂 各位團友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今天有點冷 今天在爬山 好累 我要吃飯了 好好吃 其實我覺得冬天的時候 爬山不會很熱 衣服不用穿太多 你看他 你太熟了 我們不如教大家行山的拍照 怎麼拍 要露一點薄的 要很不經意的 通常遊客是怎麼拍的 不良的示範 遊客 這個就是不行的 看著陽光 然後就要很曬 很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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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曬的時候 都要露肩膀出來 嗯 這樣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這樣啦 拍照就是這樣 按Like的 沒錯 所以大家行山的時候 千萬不要 然後就穿上衣服 很凍衝 記得立刻穿上衣服 1 2 3 這三十多元的入場費 給的非常划算 就耗盡了我們一個多兩個小時 但差不多用了一整天的精力 來行山和拍照 好划算 划算 划算 接著我們來到這間餐廳 在距離我們行山的地方 不夠一分鐘 就有的一間餐廳 聽說這間是一間網紅餐廳 裡面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鮑魚粥 有啊 有啊 這裡的其中一個名產 就是他們的甘 他們連前菜的沙律都是有甘的 鮑魚點這個甘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呢 海鮮鮑魚湯 還有這條是什麼魚 大魚 嘗一下這個鮑魚先 它的口感呢 好像醬白磅 鮑魚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裡的魚外鮮呢 全部都是鮑魚 是嗎 這個就是萬中魚袋的鮑魚粥 好吃的 可能它加了鮑魚 它加了骨湯 超好吃的 再加鮑魚 我們這餐廳的味道是值了九萬五千元 好了 下一集我們來到這個李文好餐廳 我們是傳說的餐廳 藍色大海的傳說 完全沒看過的餐廳 嘩 景優美 好像一個玻璃屋的感覺 甜到爆炸的 Ginger Honey Tea 哈哈 這一餐我們用了六萬元 拜拜 四個人 唉 現在是下午的四點多 但我們的精力已經用完了 本身今天還要去一個地方 叫做牛島 但我們去不了 真的很累 因為用了太多精力去拍照 因為我們住的Airbnb 簡直是荒島一樣 每個人四周圍是沒有食物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司機 也到差不多六點鐘就完了 所以我們就要買點食物回去 自己搞定了 那so far呢 就覺得濟州到 沒有一個景是令我 好震驚 因為我們so far 都只是去了閒山 我只是很想快點去drugstore 買多點化妝品 你們想不想我在濟州島的drugstore 買化妝品拍review呢 有想的就留言告訴我吧 哈哈哈哈 好了 現在我們來到e-mart 這個就是韓國 攝飛齊全的supermarket 那我們原來今晚是去旁邊的餐廳吃飯的 那我們現在就買明天的早餐 這個是我覺得韓國最棒的 韓國沒得買的 有 喔 吃完了 這包紫菜 包裡重三磅 六十幾元 六十幾元就不太包了 二十七包 不知道有些什麼叫做 累到瘋了呢 I wanna see a peacock peacock 知道你哪裏有peacock嗎 我知道啊 peacock 這裡也有啊 是啊 brand名來的 是啊 peacock 你看整個isle特地要 那你拿多一個 不是這行啊 頂你 玩啊 豆塊啊 豆什麼湯啊 牛骨湯 好難度啊 好了 買完湯啊 飲食之後呢 總共是用了四萬六元 即是三百幾元左右 來到這一間 任吃的 黃燒 這裡是任吃的 它們所有的牛是任吃的 還有這個年糕拿的 他都兩樣送的 很划算啊 這一餐 任吃的燒肉 加起來都是吃了六萬八元 我剛才說台幣 上一餐 六萬八台幣 即是百多元每天 飽到這樣 嘩 這是什麼來的 糯米 腸 嘩 我們的大廚就在一起床的時候 準備好這一堆所有的食物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有什麼食物 這是人生雞 這個呢 就是買了牛肉湯之後 加年糕 我看到 加蔥加年糕 把爆香拿出來 就是快 今天是第二天 我們現在直接出街了 我們正在去這個咖啡的足袍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好像一個 我們都不知道是否一個遊樂園 叫做Toy Park 那裡還有一隻 那隻叫什麼呢 有人知道這隻是什麼機械人 我小時候見過它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嗎 好搞笑 旁邊還有個高達頭 看到嗎 我們來到這個羊咩咖啡 那就是有很多的羊在外面 那如果要跟羊玩 就要很明顯帶點東西喝先 4 4 多少是Carrot 2,000 這就是羊咩咖啡的名字 這裡就是入口去跟羊咩咩一起玩 為什麼有白套呢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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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叫了一杯綠茶 還有一個 這裡總共是9000元 哇 他是說幫你有吃的 你坐坐 你神經病啊 哈哈 哈哈 他不會跳起來 他不會跳起來啊 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 哈囉 摸一下線 哇 好啊 你的毛 我第一次跟羊那麼坎坷 來啊 啊 踩我 哇 他們很重耶 沒有了 沒有了 好現在來到街房 哈囉 你好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通常人家在街房都是這樣 都會很害怕 喂 你好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又不理我的 沒錯 我經常在街房都會這樣被人拒絕 一樣感受 但我們試試拿著東西吃呢 羊咩咩你好啊 喂 我有點東西想問你 是羊咩咩 喂 你叫街房 怎麼餓咩咩 哇好害怕 韓國人也會來玩 這件事很可愛 不只是為遊客 啊啊啊啊 他踩到他了 大家看到嗎 好啦現在要示範 怎樣很fashionable 跟羊拍照 好 讓我找個設計 每個盒子放高一點 那條蘿蔔呢 拍大片的 設計從 高級 不行這些不夠 對這些 哇幾有 最鬱的的是什麼 這羊是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這條蘿蔔的 吃過很無奈 你看 其實這羊是很無奈的 很想吃 橙啊 金仔啊 吉吉仔 總之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可以 很多吉 的地方 總之我也是根團 但是總之這裡 就是有很多 這樣的吉 給大家拍照 但是呢 本人覺得來到這裡 是 完全一點都不宏偉的 好像 完全像是那些新年 對啊 好像新年 你要走去那些圓丁 不是那些花園 那裡 花去的花園 花去到買吉 我是吉 就是這樣 我是吉 選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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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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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來到這個 Play Box 是玩這個VR的地方 我們第一部想玩的 就是這個機 這裡全部的VR 都是四千元韓幣 一次 即是三十元 夾公仔十幾元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現在準備玩這個VR 先看看安全帶 但是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Danson 是高山車來的 不敢高山車 假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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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停了 Jobby Out 救命啊 好了 我們最後一晚的晚餐 快到了 三成月海鮮湯的餐廳 哇 真的是海鮮鍋 哇 它還在動的 哈哈 這碟東西 加起來 都是七萬元 即是三百多元 好噁心 人生第一次 我真的不會吃 好噁心 我的天 好噁心 好噁心 在另一邊廂這裡 整個座山已經扁了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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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餐很好吃的海鮮鍋 究竟多少錢呢 十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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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多少錢 幾萬 一千多元 真的二百多元 三百多元 三百元 都值得 很大的海鮮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由濟州回到香港了 我們四日三日的旅程到此為止 這個旅程裡我總共用了多少錢呢 答案就是 那我就覺得濟州是一個 都挺舒服的一個城市 那很多人就稱呼 叫做亞洲的 夏威夷 那如果大家 不想到美國那麼遠的 就去一下濟州 好啦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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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星期二和星期四 新影片 拜拜 神經病 這個年輕人肯定很久沒走過超市 剛剛睡了 一下就累得瘋了 朋友 入戲了 我們買骨湯 我們今晚 sweet sweet的喝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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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